開工大吉 前前來 新春快樂 萬事如意 恭喜發財 我把我的貼圖都念一次 你這樣聽說我們還在過年特別節目 過年特別節目來了 大家開工是快樂嗎 千萬不要把年菜擺掉 已經都壞掉了 今天配這種歌很有意境你知道 對 好這已經是我過年 我覺得是歷年來我照片最少的一次 這樣有到最少 非常少 而且我已經用菜在沖樹了 對啊 因為如果今天我把菜用合照的話 對不對 我其實不要放那麼多 但是你也知道 因為照片太少的時候 就感覺好像不是那麼的 好像年假真的非常的無聊 而沒什麼好談的 所以我只好 我不能讓大家這樣誤解 雖然這是事實 那我也只好用菜來沖樹一下 你想想大家加上甜點至少14道 所以我好像還有幾道沒有拍好 就被吃光了 應該是有好像前幾 前面那個冷盤有被截掉 就是還沒拍就吃了 但我有時候也覺得 這每次拍也是蠻無聊的 就算拍一些殘渣也是OK的 我已經搶到了 好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就是說這個史上最長的年假 如果你今天是除夕前放的話 應該是11天 對不對 就是因為禮拜三股市就休市了 我就已經當他過年了 就當他過年了 所以你知道嗎 九天加二 禮拜三封關嘛 你是上股市班嗎 沒錯 我的股力 對我的年歷都是用股票的力來算 就說好這樣子 就那天很不開心的封關了以後 然後我就開始過著美股的日子 我就過西洋的日子 西洋越旅 當洋人 對對對就開始關注美股 然後就是 那所以我的過年 是從禮拜四開始算 一定是十一天 二加九 我每天都在想說 別人怎麼過這個年 真的真的 但是我還是要報告一下 就是我這個人是很儀式感的 再怎麼困難兼困 我都還是要把這個場面做出來 什麼樣的場面呢 例如說 所有的老師們教我要放的花 你知道我買 你知道因為每個老師講的花不一樣 就是中國有中國花 西洋有西洋花 東歐有東歐花 悠悠還有吉普賽花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我買了多少花嗎 那我之前的時候 我先講好 我們除夕前開始講 大家要不要聽 你們不聽也沒有辦法 當然要聽啊 你們也沒有辦法及時回應說 不想聽對不對 有人寫嗎 那個所有發福的人 我們已經把他拉黑了 人家沒有說發福 是說你豐滿了不少 沒關係沒關係 那是衣服 那是衣服 我等一下就開直播給你們看 這麼突然 我跟你講不是更胖 我是要告訴你說豐有 的確你講的對 是豐豐豐豐滿 以前我們在念歷史的時候 每次經過東北不是有個叫小豐滿水庫 客剛改了嗎 大家不知道有小豐滿發電廠嗎 有這一堆嗎 東北啊 是我記錯嗎 真糟糕 應該有吧 我記得是有一個小豐滿發電廠吧 學渣 因為我到靜伯湖的時候 我到了靜伯湖 牡丹江的時候 我就想到了小豐滿發電廠 真的有小豐滿發電廠 真的有嗎 吉林 好現在台北的發電廠就是我 小豐滿發電廠 加一個小字就開很多 吉林對不對 因為我就是記得 小豐滿發電廠在東北 好現在就是我來自己 我是一個真豐滿發電廠 但我要講的是我們在放的時候 我就想說因為我要去買花 從除夕開始講照片有順序的 也沒辦法編輯了 因為有點亂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除夕前的時候 大家要買花的人都會知道 如果你到一般的花店 或者是你在市區買 是非常貴的 那常常買花就會知道 都是到花市 可是花市前一週也是最貴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一個時間點去 也就是年夜飯後 年夜飯後 然後大家要趕回去 守稅 押稅錢 你知道花市有一批人是 他一定要賺到那個 守稅錢他才打烊 就是除夕那天 他是開到很晚很晚 有些甚至是不關 心裡有拔尺 對心裡有錢包 沒滿 所以他一定就是要把它放滿就對了 那這群花市 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們願意留守 幫我們這些 還沒有買棋的人 因為那你就會看到花市有 有些攤位他是 可能陸續九點以後 就打烊打烊 但是總是有一區是 賣那種很多花 你家裡的擺陣還沒擺棋的 我跟你講你要一次買棋 真的要一次買棋 因為好多 你就發覺東缺西缺 後來我就全買 但是我又發覺了 你知道我今天要給大家看 我的壯色花組對不對 這個不是我擺的 你不是你擦的嗎 是我擦的 但是我只是要好笑 我要給大家看的 就是亂七八糟的花一堆 到底這是什麼花 除了文欣蘭是正常對不對 我覺得這必須我們豐友的那個 鎮 木鎮 木鎮 他一定我們的蜂友 綠手指 他一定綠手指 綠手指先人 他一定可以知道說 我擺那頭 因為他講的太快 因為人很多 就是大家要卡這個年關 就是子葉前 我們一定要把花擦好 的那一群人對不對 大家都蜂擁到花市買 而且那時候最便宜 價錢大概就是早上的二分之一 甚至是三分之一 因為他回家了 而且這空著十一天 那花一定卸了 對 再美的人不卸妝十一天也不能看 所以 所以這個花他一定要賣掉 所以他會很便宜賣 如果你今天是盆花還比較沒有關係 耐旱的他可以擺 仙人掌 誰會在家擺仙人掌 這是我們湯喔 戶外可以 對對對 他可以 但是請放後面一點擋住 不要每天看著刺你這樣子 好那他就 他的好多好可愛的花 叫不出名字 其實我問了 就右下角有一盤 我就說這個泥墨多少錢 像不像泥墨 這真的很像珊瑚耶 泥墨 結果你知道我一講泥墨的時候 店員都笑了 他說對耶 因為他其實不知道我在問什麼 但是他說真的很像泥墨 紅黃相間 好可愛喔 他只有頭是黃色的 他不會開花 我突然想他起來像樹枝 他像什麼 沒有我們還有一個綠手指 還有一隻嗎 劍狠哥 等一下 他沒有留言這樣不行喔 好莫鎮應該會看得到我們的這個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泥墨是不是超可愛 其實我在想他不是花 可能只是一種樹幹 變色的樹幹 他有講 好像珊瑚啊 他有講 他有講一個名字 我完全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他現在可能忘記名字 因為我一直講泥墨 他可能現在也以為這個是泥墨 以後他都叫他泥墨 海底總動員的泥墨超像的 然後隔壁這個 還有一個像鳳梨的 有一個鳳梨的 鳳梨 紫的 紫的 紫的花旁邊上面 是不是有一束很像鳳梨 鳳梨花 鳳梨頭 很像鳳梨的頭 鳳梨頭對不對 但他是紫紅色 我都跟他說這個火龍果 但大家已經不知道什麼叫火龍果 因為他講的名字太多了 我都忘記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花 我是要拍給大家看的 我是要拍給大家看的 開工大吉 剛有地震 這是今年的好兆頭 就是我們的政府 今天是非常動感的一年 有震動總比沒有好 我覺得 你喜歡震動 我剛才不曉得 我以為說我是吃太多油脂 有時候是會先懷疑自己 對 所以家裡最好是掛輕輕的悬掛的東西 就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地震 風靈 我都是靠那個來確定說 到底是我 那你的燈泡有沒有晃 燈泡有沒有垂下來 很危險 現在應該已經沒有那種水晶燈了 水晶燈的最串珠他會響 但水晶燈太可怕了吧 太熱 而且你是要很豪華的家才有水晶燈 我覺得太熱 又透露出你的財力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因為以前有一個 後來我發覺太熱把它拿掉 太熱了 就是 太一直反射 可能我的燈泡有問題 太熱了 因為要冷光燈才對 好 講到這個花式 然後我們就買了很多花 然後擦好了 我就亂擺 因為我已經不記得哪個方位 其實老師都有講 你知道 但講到最後我覺得 可能也不知道 不一定擺得對 總之就是我覺得顏色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我家已經變成一個熱帶植物院 而且據我剛剛 翻翻即使用植物Google 植物圖鑑Google 全部都叫鳳梨嗎 除了溫馨蘭以外 下面兩個好像都是鳳梨 右上角那個 右上角那個 我本來是買一個叫紅韻當頭 那我就問那個老闆說 這是紅韻當頭嗎 他就說是 可是我發覺不是 老闆想說你愛叫他什麼叫什麼 老闆想說我看你是一個大蘿蔔 你要叫他五福靈門 或者你可以叫他蘿蔔當頭也可以 反正基本上我講吉祥話 他都說對 你一定對的啊 我覺得做生意不能這樣子 有時候是指證我 因為我真的講錯了 他就不是 這個就是 而且他是扁扁的 他是扁的葉子 而且還不會開花 二滴的葉子 他難道說他現在扁扁了 他將來會開成一個立體圓錐嗎 一個彈琴嗎 也沒啊 到現在還沒開 我陸續追蹤給各位看 往下看 往下走 我們照片繼續往下走 就講說買這個花之前 因為你要知道有幾個行業 就是服務業對不對 又是鳳梨 又是鳳梨 而且還叫櫻歌 為什麼櫻歌長這種鳳梨 剛剛有一個是金頂鳳梨 泥末叫金頂鳳梨 金頂鳳梨 他的頭是金色的 右上角扁扁的 那個像火龍果被撞到的 應該是櫻歌鳳梨 為什麼我買這麼多鳳梨 我跟你講到是我最近發覺了 菲律賓進口的火山鳳梨超好吃 不要說我不愛台灣 台灣那時候金鑽鳳梨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吃的 但是你也知道台灣金鑽鳳梨的鳳梨 味越來越少 越來越不像鳳梨 越來越不像鳳梨 甜太甜太甜 我一定要強調水果不是只有甜就好 真的有時候太甜我們會怕 因為糖 你知道嗎 你也知道化到唇邊要三四 人到中年要少吃 你知道 你就吃這麼多 這是真的真的 真的有貫徹嗎 就是豬怕出名人怕肥 所以說這都是不行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想一想 你的東西都這麼甜的時候 我今天只要吃三種水果好了 甜柿 金鑽鳳梨 再來一個更甜的那個叫什麼 砂糖菊好了 這幾個糖度都蠻高的 或者甘蔗汁 那你的糖不就爆表了嗎 對 對 或者是最甜的那種砂西瓜 你就沒有辦法 你的額度就用完了 所以我是覺得 那我最近吃到菲律賓的鳳梨 你說叫什麼 火山鳳梨 是火山鳳梨 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它很可愛 它裝在一個罐子裡 一個罐子 一個罐子 超好吃 它有鳳梨味 它的密度跟一般的鳳梨 就是不一樣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就是除了吃我們的四家 很甜的鳳梨四家之外 大家也可以去吃吃看其他國家 它有不一樣的口感 菲律賓的鳳梨 它比較 它有鳳梨的味道 而且它的密度很高 比較緊實 然後酸 我一定要強調 你喜歡酸 它酸 有到很痛苦那種酸嗎 這個才是難的 一個水果要控制到它的酸甜比例 是這麼樣的剛好的時候 很難 很難就是這個 因為還沒有改良到很甜 我希望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菲律賓的火山鳳梨真的是非常 那當然就是我最愛的那家超市 那家所以說大家可以去吃吃看火山鳳梨 就是你不要到它很久 因為水果都是會熟成的 你要趁著新鮮就是顏色比較白 不要顏色黃 顏色比較白的時候吃很酸 插播因為我最近的花都買到鳳梨 所以我來插播我最近喜歡的一道水果就是菲律賓的鳳梨 第二 講到大家都說要剪髮嘛 為什麼我也剪髮你知道 真的耶 因為張太平常的頭髮他常常就會盤起來或什麼 就像丈母娘跟祖婚人的造型 我大概問過五次 欸你有剪頭髮嗎 每一次都沒有之後我就拒絕觀察他的髮型 就今天真的 真的剪了耶 話說 沒有沒有我一定要講說我去剪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有服務業應該 建設會漲價美容業會漲價 我覺得這都非常合理 因為本來就是過年討一個喜氣嘛 沒錯 這都是合理的 你不漲價我也是會給小費的 但你漲價我就不用給 你已經把服務費算進去了 加一成 那不是那但是因為那個剪髮生意很好 那我就特別因為我遲到 那遲到也是他不認識我 所以他那我第一次去剪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覺得我的一年的好的開始就是從現在 為什麼 就是過年前我去剪頭髮 這個設計師非常有個性 那我也戴口罩大家都戴口罩對不對 他可能生意非常的好 我可以跟你講 我從一進門就開始被罵到快剪完 為什麼罵你 因為他說你為什麼要遲到 他認真跟你討論遲到事 非常認真 可是你知道他前面有人 他不是說我有預約時段 我是跟他說我要去 然後他就說好那你要來 結果他那因為中間我就因為要做個捷運 你知道 結果我因為在聽那個我的歌 所以我就沒有看到電話有顯示 對你知道嗎 好那他有打給我 結果我就沒有接到 好這也是我的錯 因為這個怪iPhone 為什麼沒有這個功能 中間聽歌插播的功能 他就沒有 所以我就露接了兩通 這也是我的錯 我接受 他就罵我遲到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要遲到 你不知道我們真的很忙嗎 初次見面就這樣跟你說 對半次見面 然後他就說 我說那還可以撿嗎 你要是再不出現我就不撿了 好我就出現了 因為他中間還有兩個人 所以你要再不出現我就不撿 我說那還可以撿嗎 他說可以 然後我就跑到旁邊等 那就讓他慢慢撿 他手藝的確是很好 我不知道大家看一下 說我發福的那個看一下 然後他一直說 你知道嗎 好就開到我了 撿完兩個人以後 差不多30分鐘了 就開到我撿了對不對 我一坐上去 你為什麼自己不先梳頭 我跟你講 那個 因為我剛剛跟江泰 討論到那個鳳梨 因為我太想知道他說的好吃鳳梨跟我們 特色 我們到底輸在哪這樣 我們到底輸菲律賓輸在哪 好我現在一定要矯正過來 不然的話我就會害到大家對不對 他纖維長 江泰剛剛說緊實的意思是 我們的比較水多松 對 我們的咬下去汁多肉甜 對不對 據我所知大家應該不太喜歡 纖維多的水果 對對他很纖維 只能說這樣他的牙縫非常密 他卡牙 卡牙很不舒服 頒獎隊他會卡牙 對啊會卡牙很痛苦啊 大家都好心理準備 我有點感覺可以邊窮嘛 對啊你從牙縫剃出來的 還可以邊邊 他就可以做漁王 講到那個我剪髮 他就說你為什麼不先梳頭 所以句實話 我真的不知道要先梳頭 我也不會先梳頭 那因為其實他我覺得我懂 因為他急著要打烊 所以如果你今天頭髮是常常梳理的話 可是我又不是17歲少女都會在捷運一直梳頭 前面有些少女前面還掛一個髮卷 主要是梳瀏海 我們少女最介意的是瀏海 對 對 但你不會先梳頭 是是是 結果他說你為什麼不先梳頭 我想說我隨身帶一個梳子嗎 我又不是17歲 還是你爸爸很會打結 很會打結 大很多會結 好我就說好沒關係你讓我自己梳 因為我覺得他不敢梳 因為我的如果你打結的話 他用力梳會痛 對啊 我就梳 而且他在怒氣之下 還沒講 怒氣之下我就自己梳 我自己梳法 懶靜自梳 很好 沒 我就說好了 他說沒 我說我梳了 他說沒有你這聲音就是還沒還有打結 那他可以給你比較防禁電 然後好梳不打結的梳子嗎 他說你這個頭 我聽你這個聲音就是沒有梳順還有結 哇 就是那個魔鬼教練 沒有我真的心有煎煎結 你知道嗎 我想說我第一次遇到這個 我其實覺得我是覺得 我在想啦 其實一般人可能就走了 你知道 對啊你的M屬性都被激發了 但是我忽然間不知道哪裡心血來操 我就想你可以罵到什麼時候 你想知道還有哪裡會討他罵 還會被討罵你知道嗎 他說沒有你這個聲音聽起來就是還沒有還有結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一梳下來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 那如果你有卡的話 他會有一點點沒有這樣刷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的卡到的時候 你因為他的接頭髮的那個是鋁布 所以呢你的聲音就會卡到那個鋁布 就會有摩擦聲 我簡直我簡直是科學科普了你知道 我第一次知道頭髮打結跟順的聲音是不同的 就是中間的音質會斷掉 音質代表你的髮質 音質好髮質好這是同比的正比的 好好本人髮質爛也認了 就髮質一卡卡 結果呢就開始要剪了 你終於過了那一關了 終於 沒有沒有他就聽聲音 這個這個人非常的專業 因為他聽聲音也就知道 也就是說因為他很多判斷 讓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職人 還是他只是透過鏡子的反射的反射的反射 看到你的頭髮打結 沒有他可能跟我對上 他想說好我竟然還沒有把你罵走 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也覺得說我就是要看你的會見 你們彼此在試探對方的底線 對他就一直說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要遲到 你要尊重你要尊重別人的職業 這也是罵得很好 可是其實我遲到並不是我不尊重 你是不尊重 如果說我一進去就翹腳 然後就一直往前喝咖啡 或頭左右搖晃身體擺動 那就不尊重人家 我以後不是一個不倒翁一直左右晃 我一直乖乖坐著 好好沒關係坐完他就開始剪 剪完我中間嘴劍我又問了一句說 那我要不要燙 看你啊你自己啊你想燙就燙 你不想燙就燙 後來我原諒 不是我原諒我覺得好玩的就是說 我覺得第一他從早剪到完 第二他可能沒有喝水 沒有時間吃飯 也沒有時間上廁所 所以其實在這種狀況下 人的情緒不會好 所以麻煩大家 我的經驗就是告家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讓這個大師給你剪 每個人都是有他的專業 跟他的他的那個對自己職業的定義 你就是要尊重他 你既然給他剪了 你就尊重忍罵就對了 對忍痛 我以為他是就是刀子口豆腐心 刀子口只不要剪 把我的頭剪一個刀子口就可以 可能他接下來會對你很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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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一定要講 就是說他訓斥到終點 就是訓導主任 就叫你罰座到終點 你給弦的時候他說 你又怎麼不給剛好 你為什麼要我找 其實我很想叫他不要找 但是我怕他罵我說 請你尊重我的職業 不要隨便給我小費 對對對 所以因為他太兇害我不敢 你知道嗎 這次我第一次剪了 我就覺得說 我第一次碰到不喜歡閒話家常 而是訓斥到底的人 通常人家跟我講話 都是很喜歡聽我講話 一直聊 他不是他不要聊天 你就乖乖的坐著 而且你為什麼不梳頭 真的給我學到 那你有燙嗎接下來 沒有燙沒有燙沒有燙 因為我已經除夕了怎麼燙 已經是人家打烊了 再過來就是今天才開工了 他剛剛應該理智斷線 想說你還敢跟我說燙 還沒講完喔 結果你知道他不燙他只剪 他是一個剪法職人很強很強 很多人生意很好很好 所以其實我在他在等我的時候 他是沒有斷過的 那你怎麼知道 他的人潮是沒有斷過的 因為我在對面 我就知道他人一直進來啊 我排第三 我要推敲就了解說 他到底在講哪一家 你說他為什麼是職人是不是 誰介紹你 我覺得以那個地區來講 他的客人源源不絕 他應該是有口碑的 你在那邊看了大概三天 從來沒有斷過的客人 那照理講我是最後一個客人 因為他就要回家了 已經站了一天又渴又累又沒有吃東西 很餓 可能就是腎上腺沒有分明了 血糖非常低 又走了一個客人進來 那這個時候他應該要說我打烊了 對不起對不對 那個人就說還可以撿嗎 他說 他竟然說可以 你等一下 因為他也要賺到 沒有非常合眼約色 我就在旁邊 我想聽他怎麼被訓斥 他沒有預約 結果他罵你罵飽了 不想罵人了 不是他突然 他可能覺得把對我的guilty 全部對那個人好 沒有因為你有跟他約 那個人沒有跟他約 對 所以有時候我就說不能預約的 你現在懂我不能預約了 我是一個不能預約人 江泰是一個不能給出承諾的人 絕對不行 你千萬不要說你要娶我 絕對不會嫁 我只嫁不娶我的 不要照顧我一生一世 不可以 只要對我好的我都不能 結果我就不能預約 結果我發現沒有預約來的 就是臨時好像欣賞 我的髮型走進來的那個人 他對他超好 得到了很好的對待 不是 他突然拿著鏡子 已經忙成這樣了 照理講你要趕快回家 因為你已經罵飽我了 他突然就跟他說 你要怎麼剪 這很好嘛 他就說你要怎麼剪 結果那個人就說 我想剪短一點 因為我頭髮也不多 他說好來我告訴你 你這邊是有一個角度的 那你這邊要怎麼剪 然後那你看一下後面 你知道嗎 光解釋他的鏡子臉型 他就花了很長的時間 天啊他跟他投緣 其實我所有的沮喪在這一刻 那你又轉過去說 他有梳頭嗎 他沒有頭髮 對我想說 他為什麼頭髮也沒有梳 你沒罵他 為什麼你罵我這麼久 我真的是過年前就發生 好減法劑就是說 讓我覺得說第一個 我發覺 如果說過年前 他所有的脾氣在這裡發掉 那也是OK的 過年的時候就不要再發脾氣了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不預約是錯的 第二個 不預約又不準時 這個是很糟糕 預約又不準時 這個是很糟糕 所以我也是活該被罵 還有減法前為什麼不輸頭 這件事情 但他對別人真的不錯 真的對我很兇 再來就是 好過年了初一了OK 那初一就是吃我們買的年菜 因為除夕的時候 下午就有去訂一些 我不喜歡吃那種年菜 你知道還要 當然比較難處理的 例如說雞湯這些可以冷凍 但是如果你是當晚圍爐要吃的話 有些飯店就是你可以先去拿年菜 然後我會特別訂那種 不要叫我用塑膠 塑膠什麼裝著 然後你就是直接就是可以倒出來 就是已經擺好了 不要再你還要拆了三層包裝 四層包裝最後拆 還要在自己再調醬汁 那種真的都不要 所以我就一直要找那種餐廳 是可以直接取就是熟食 然後已經幫你擺好的 那就除夕以待 本來是預約說 是不是可以六點 是不是可以六點來拿菜 結果他說不行 我們的那個工作人員 他也要回家過年 所以他說他要回家過年 你們可不可以就是十二點到一點半之間 就來領 不要讓那個弟弟妹妹 就是很晚過年回家 我聽到這一點我說 好好好 就算我再怎麼遲到 這個是真的不能遲到 因為他們要趕回老家過年 他們可能就是在餐廳上班的 年輕的那個服務生 所以就拿回來年菜 所以除夕這個菜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失誤率 沒有什麼地雷 因為常吃嘛 這家常吃嘛 然後他還給了我超很多紅包袋 我只要一個而已 他給我十個 我說為什麼給我那麼多 他說沒關係啊 趕快你趕快把它發完 我又不能只發空的紅包袋 對不對 結果他就還給我一疊紅包袋 好 接著呢 啊 我跟發言說 我一定要直播給大家看一下 我被罵了很久 那個頭長怎樣 但我忘了臉書直播 是要很久 我已經忘記了 我也忘了我們太久了 我們在11天後 我們已經忘了臉書直播是什麼 因為中間經過臉書股價大跌 一度大跌25% 所以說 害我現在已經不知道就是 臉書到底要直播 是橫的還是直的 應該是擺橫的 算了沒關係 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我們除夕 就吃了對不對 吃了以後呢 那現在就是來初一囉 初一跟那個初二到初五 初二的時候我訂了菜 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極力推薦大家 到台北市以外的地方吃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那個初一到初二 我訂的餐廳 也是也是辛苦他們會開 你的年菜是這樣吃 對但是我發覺初一這個菜 初二的這個菜我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 他們是不是因為在過年前已經準備好 所以只是把它加熱 因為我已經是在餐廳吃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菜都不夠熱 其實這個是我一直以來的一個疑問 就是這家餐廳我也是常去 我也覺得蠻好吃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不夠熱這件事情 可是我已經 對對好我現在有直播 因為我戴耳機跟戴這個N95口罩 所以我不太知道 大家看不出來我的髮型嗎 如果看不出來的話 也沒有辦法 我盡力我今天有書頭 因為今天快閃直播 用江菜手機 所以就 喔我今天快閃直播 現在可以大家 有嗎 大家可以在哪裡看 大家隨便啦 來看看被罵整場的髮型 他被罵整場的髮型來了 燈燈燈燈 還有說我變小瘋滿發電廠的也來了 OK 好 再講了 講到那個就是 棉菜 我覺得菜色都對 菜名都對 一道一道也沒少 可是我真的覺得味道不對 就是棉菜你到餐廳吃 你平常吃的味道跟 跟他給我的就是不對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第一服務員也不對 就是不是你常常習慣見到的一些人 可能他們已經放假了 或者是隔壁來打工的 就是每一道菜 賺個押睡前 賺個押睡前 我跟賺個押睡前 這點我還要插播 我去幫我熱愛的那家店 他們的便利商店實在生意太好了 沒有辦法補貨 我就去幫他補貨你知道 可是我發覺好難喔 我現在給便利商店 所有的服務人員點讚 真的要點讚加訂閱 真的是好難喔 我覺得補貨這件事情 真的是難死了 有風有說 怎樣 還是悠悠老師比較勇敢 都過年了 我們要放過悠悠老師 然後放說更年輕了很可愛 所以說講好話講好話OK 不過有風有就是說 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真的嗎 我的辨識度這麼低嗎 因為整體髮型是一樣的 只是往上縮變短 可是你的髮型瀏海都還是一樣 臉啦臉啦臉啦 臉還是一樣的美麗 這個到除夕 到初一了對不對 那初一吃完這餐以後 我就要開始自拍了 因為我在想說 我拍完菜的時候 我還不覺得恐怖的時候 在哪裡 最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除了除夕被罵以外 買了那麼多鳳梨花之外 最恐怖的事情是 我的美圖秀秀不能自拍 因為他要我付費 以前不是都還可以 以前都是可以 但是可能因為本人是過度使用者 被盯上了 我真的是重度使用美機者 被盯上了 他竟然說你要訂閱 你只要一按那個相機 他就跳過說 試用請訂閱這樣子你知道嗎 我終於大家一定會覺得很恐怖 就是我沒有辦法用美圖秀秀了 所以我只好 都是用iPhone內建相機嗎 對所以才會說長成這樣子 沒有啊 這照片更值得一看囉 我真的不能忍受 這沒有用美圖 這就是用iPhone內建打亮 你知道iPhone內建嗎 皮膚很好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因為北投魷魚的那個光很強 就是我剛撿完在北投 我剛撿完 撿了雖然沒有梳頭 肚子依然很餓 我就去吃北投魷魚羹 那時候就沒有美圖秀秀了 我就趕快用那個iPhone內建相機 加亮度 我覺得你可以 提增亮度 戒斷美圖秀秀了 這個可以 我只能說風有沒得看了 因為第二個 然後我第二 所以我這個初一吃完以後 初二我就去幹嘛呢 因為沒地方去 因為我發覺我本來以為說 我喜歡的一些南部的地方 會因為疫情而退訂 沒有 沒有人退訂 很多飯店根本就沒有人退訂 他們依然是客滿的 你找不到破口一個切入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說有人 他因為疫情的關係 老人家不想向南部 你可不可以通知我 他說好的 結果我再問他說沒有 沒有人退訂 我這邊打電話來通知你 沒有 是的 除了捲了一個沒有梳頭的頭之外 飯店沒有退訂以後 我就很深邪去泡溫泉 我只能這麼做了 總是順的吧 泡溫泉是順的 總之呢 2加9天我泡了4次溫泉 你們有比我還熱愛泡的嗎 我泡了哪些呢 我泡了烏來 大家陸續看我的照片 因為沒有美圖秀秀的 我只好有用溫泉來美積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我泡有一張 穿的全身金光閃閃 那是剛泡出來 就是給大家賀歲圖 請看我出三發的那一組 那是很恐怖喔 沒有美圖秀秀也算了 你泡了硫磺溫泉以後 你的臉會發紅發 有一點點發紅 然後有一點點不知道 起了什麼疹子 非常恐怖大家自己 快閃直播 大家可以上人來風的官網 來看一下官網 人來風這樣看來 FB粉絲專業 不然我怕大家 真的早早看官網 找一個官網 我們沒有嫁欸 又找到東家王國去了 東家王國也有一個人來風 找到那個熱炒的店 怎麼辦 好那我就泡了這個溫泉 我先泡了溫泉 然後又泡了北投 然後OK我總共泡了什麼 你知道嗎 青黃泉有雷的 有雷真的有雷 青黃泉 然後碳酸氫鈉泉 還有硫磺泉 所以我已經有三泉灌頂了 你知道 然後我在泡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多台北人 很可愛 這大家可能也沒地方聚喔 就算有疫情又下著雨 你知道過年我們大概有五天 都是有在下微微的細雨 尤其是山區 他是更下雨的 竟然那麼多人泡溫泉欸 我都在想說 大家是不是沒有買新衣服 直接泡湯 比較看不到你穿什麼 因為全裸啊 直接約泡湯 全裸就沒有衣服的問題 對就是沒有衣服 好不好看的問題了嘛 因為你我都是一樣嘛 光溜溜的出身 光溜溜的泡湯嘛 所以說我在想說 可能沒有買衣服的人 就選擇泡湯這件事情 然後我在泡湯的時候 很棒 因為我都泡露天 請大家一定要看我的照片 有各個的 有烏來的 碳酸機 那都是露天的 然後有北投的 唯一比較難過的是那個 很便宜的那間 可是因為它24小時 而且它有日黃印證 日本的玉林軍印證過 就是它有雷元素 可是那間因為沒有對外窗的露天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很悶 那個我就不建議大家去了 因為它很悶泡不久 我還是建議大家去露天的 比較 要逃的時候比較快一點 可以往上爬 遇到地震的時候 然後泡 我就是在辭職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 有時候因為你沒有人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也聽不到別人講話 別人講話你也沒興趣的時候 你就只好自己在那辭職反省 我就開始自己反省我這一年 然後我聽了很多聽書 然後我聽了別人很多 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年終檢討 然後無論是 他是心靈的 投資的 還是他的所學的 還是他讀書的什麼經驗 我都覺得大家 大家過的一年好有意義喔 所以我在檢討我做了什麼 你知道嗎 我就一直懺悔 我覺得好像 好嚴厲 尤其是我在水中 就在水燦 你知道 懺悔中 我在想說我到底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發覺我真的沒有做很多貢獻 對不起瘋友 我真的不應該浪費社會資源 可惜沒有在瀑布底下 真的這樣 我看了瀑布 這部電影我倒是看了 我這樣 耳朵也有瀑布的聲音 然後就覺得 我到底做什麼 我真的覺得我沒有做什麼事情 也沒有什麼貢獻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反省 嚇我一跳 我想說你要 你要做一個什麼大的宣布 頭埋在溫泉池嗎 頭埋在溫泉池嗎 然後我就 可是我泡完以後 我又覺得 好像 快樂最重要 不是好像又沒有懺悔了 就說 帶歡樂給大家是很不容易的耶 沒有就是 你的那個對不起啊 然後你的認錯啊 然後你的覺得自己真的是 不應該浪費這一年這種 可是泡完湯又沒感覺 一站起來一掃耳空 真糟糕了 就是只有那麼一個半小時而已 90分鐘的懺悔 但是我總共90乘以4 因為我泡了4次 所以已經3個多小時了 所以你們過年有懺悔3個多小時嗎 我就不相信 每兩天90分鐘 對 所以我總共有懺悔3個多小時 後來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做一些功課了 所以我只好看了兩齣劇 看了我累死了 腳更酸只好再去泡 你知道嗎 怎麼會減少 然後走向看劇這個方向呢 總向就是說我想看看那些 最近就是說這個追劇中 你知道追劇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會不會造成人類的滅亡 這件事情 因為他的黏著度很高 對 黏著度高的同時 表示你的活動力會降低 你的眼力會受傷 現在其實你的腦力會 你的腦力會混亂 對 對你看像我最愛的那一部 我就追了 因為前面我都真的很多集沒有看 派遣女王 派遣女醫 派遣女醫 這已經是2012年就開始的 已經是第六季了 派遣女醫 派遣女醫 我跟你講我看完派遣女醫 我就覺得我真的要去考醫學院 因為我覺得醫學 因為他有好幾集都被我猜中 那個醫的走向要怎麼走 派遣女醫 那你一定要考外科 我們很缺外科醫師 真的嗎 好沒關係 不敢答應 對派遣女醫 我就開始覺得我學到好多醫學嘗試 我就覺得有一點充實 但是我第二次追了這個劇 我就覺得非常沮喪 叫我最愛看的片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為什麼要看 《殭屍校園》 《殭屍校園》 最近幾乎大家都看過了耶 對 《夯》劇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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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再看一下直播 他還講說 你如果真的覺得 你四肢血液循環不好 你要測驗看看 你的小腦 靈活度 是不是還有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是不是一隻手 來來來 大家一定要看 食指壓中指 對不對 無名指壓拇指 然後小指要動 一定要動 就是這兩個指頭壓著 然後無名指掐著你的拇指 然後小指要動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難 我覺得我的小腦 直直的動 小指 對對對 你看翻翻動了就很對 翻來動給大家看一下 對對對 你的食指 無名指 然後小指要動 我覺得我右手好了 是食指要壓中指 食指要壓拇指 無名指壓拇指 食指壓中指 不是中指壓食指 都可以吧 沒有沒有 不一樣 食指壓拇指比較難 食指壓中指 那不行了 我有點走遠了 有點難對不對 蠻難的 這個要測驗你的小腦 是不是有故障 所以我跟你講我追劇例外 追劇中間我還要做這種動作 所以我其實 顧小腦的同時腳卻被壓麻了 對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算了算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追劇要有限度 因為當一個人沉迷在另外一個不是你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這是有一點點危險的 超現實 非常超現實 比方說你沉醉在另外 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劇 因為你沒有辦法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 你不是那樣的人 所以這麼多這麼多的電影跟影視平台 為我們創造娛樂之外 他給我們的一個是另外一個你的世界 你想要過的那個世界 你喜歡的人 你在現實生活中永遠不會 你永遠遇不到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世界中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跟他們談戀愛 對不對 可以發展你想要發展的劇情 對對對對對 你想要當小三 可是你永遠沒條件又當不了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世界中當小三 對不對 什麼樣的志向 你想要當復仇的政公 你也復仇不了的時候 你就會去看那種復仇劇 把自己心情投射上去 其實所有的追劇都是往往就是 人類沒有辦法達到的那個印象 你就會去沉迷 因為以前你可能要等八點檔 你至少一天 對對對 所以說追劇 不是追劇 就是說一次看完的 一套劇是最恐怖的 太恐怖了 以前你還可能說 我八點不要洗碗 趕快圍裙脫掉坐下來看 我是我媽 然後就開始看他的三國 重看第三次還在看 我說媽你的三國已經變十二國了 因為你已經重看四次了 三四十二 他竟然就是可以一直看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一知成劇 在追劇的世界中對不對 你會真的 你會真的不行 這個不是柔柔 這是柔嗎 柔為什麼說元宇宙 元宇宙最近疊得很慘啊 講到就心痛 講到就心痛 OK好 然後我覺得你會脫離到你現實中的世界了 所以這幾天呢 我除了泡湯忏悔之外 對不對 我的追劇心得就是說 你永遠不可能去過 你想要過 你想要被啟發 就是說你覺得那個世界是 你可以 你可能會有在看完的 一個鐘頭或者說幾分鐘之內 你會覺得說我也可以這麼做 我一定可以 我現在就要離職了 我現在就要出走了 就要去考醫師執照了 這一點有點 這一點有點 答應我要當外科醫師 這個要發願 真的真的真的 這個要發願 這個要發願 好那麼今天呢 先跟想分享大家 那個我的二加九的 十一天的年假在幹嘛 就是泡湯 我喜歡 I like YLINさん I like Radi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